大家好,歡迎回到VIOCENT無形鬼的時間 今天就和大家講這隻Modeloi的Lime Barrelu Overdrive版本 其實雖然這樣寫,Lime Barrelu Overdrive 但其實它是有了一般的模式的,就不是只有 Overdrive 至於它是一隻什麼? 可能在香港來說,它不是一個很紅的作品 我相信很多有玩機箭,或者會看機械人的朋友 它都不是什麼新作 可能也有見過,但你不熟悉也好 就是一款十多年前的動畫 當時機箭,我當作機箭接觸來說 作為一個機箭L,沒理由沒有玩過機箭L 它在機箭L裡面首次在機箭登場 就是這個DS的時候的機箭 它一共出過兩集機箭 另外一集都是任天堂的機箭出的UX 如果大家仔細看,尤其是機箭L這邊 在封面來說,如果模型 不要計算成品 如果模型化,尤其是近代的模型化來說 這邊就差鋼鐵神的飛天金剛鑽 另外這邊3DS這個,就差得多些 有LINGE翼沒有,HEROMAN沒有 還有這隻初音 其實我都不覺得初音會這樣出模型 說真的,這個初音的電腦戰機 這邊比較難,但機箭L真的差一隻 這隻我都覺得是鋼鐵神版的飛天金剛鑽 我覺得都很大機會在這幾年會見到模型 你問我就 它自從接觸到這隻LINGE BALERLE之後 我們中文譯那一套叫做武裝機甲 它日文叫做鐵支LINGE BALERLE 它讀就讀KUROKANE 鐵那個字 這次這隻模型 其實就不是第一次模型化的 它第一次模型化是售屋 我是有在這裏的 售屋的模型版就是這樣的 但是要有一個 如果當你完全沒有接觸過 就講解少少 兩者其實是有些分別的 售屋這隻模型版 其實它是屬於動畫版本的版本來的 其實機箭這裏都有分別的 機箭L的初參戰 其實就是電視 不要說是動畫版 但是它在3DS那裏出 其實是漫畫版來的 兩者有什麽分別呢 話說它當時做動畫的時候 它的漫畫是未完的 我漫畫我也有買齊過完全版的 漫畫版和動畫版的分別是怎樣呢 就是如果你當時以前有看 這個鋼之煉金術士 那它的動畫版 也是在漫畫未完之前 就做了動畫 所以它第一次動畫化的時候 其實結局是完全不同的 即是去到中段 其實降臉更加 很早期就已經和漫畫版的作品的一些劇情上有分歧 類似的情況就發生在這套武裝機甲裡的 那它就算是故事去到三分一左右 即是很粗略地說 就已經和漫畫版已經是有分歧的了 那結局就雖然的idea差不多 但其實都有很大的出入的了 尤其是角色上的那些 那就不詳細說 但是呢 機體上的設定也都有一定的出入的 那待會在比較瘦屋版 和今次的modelware版的時候 大家會看到一些端倪的了 那另外 它的作者其實是清水榮一 和下口自語 那這個組合呢 這個作者的組合呢 其實就另外有一套大家可能就會多些人認識了 就近年都因為都有少少人氣的 那就是這套ultraman 那就是ultraman suit的這套ultraman 那這個呢 大家可能接觸比較多些 那就是和一個人去設計他們的機械 那都很喜歡這個漫畫家 和這個機械設計的組合 所以我也有買到他們的設定閘 其實那都 所以很期待 私心來說很期待去組合這隻的模型 那它首先呢 它overdrive和不overdrive 最大的分別就是 在肩膀 那你見到 很明顯一個打開和沒有打開的肩膀 那它就不用可動的方式 就用了這些換件的方式 那然後呢 它的屁股 好 看一看它的屁股 那屁股 它現在是打開的狀態 那它如果不overdrive 就裝回一個沒有打開的狀態 很簡單 很容易理解 那就是拔插的 那另外 那你看它的手 那這個就有一點optional 其實它劇中都是的 總之一爆 overdrive 它就連把劍都爆走了 然後兩邊就各自有一些手型 那另外 它呢 劍了 劍呢 這個頭端這個劍身的部分 是可以拔走的 那它拔走了之後呢 劍柄是可以插回去這個劍超道的 是啦 那當然這隻手掌是可以退出來的 是啦 那我這樣一退就出來了 這個就不用說就是將這隻手 劍開一半這樣來去握的 是啦 穿進去就可以了 那另外就是它executor呢 有一個effect parts 那就是它發射的狀態 那就是要換件的 就是這裡要將件拆一拆開然後裝上去的 那這個可能去到最後才裝給大家看啦 好啦 那它零件就是這麼多啦 那講一下怎樣換件啦 那它首先屁股呢 這個呢 就拆出來啦 就是它這樣一退出來 那如果沒有上色的朋友呢 我也有疑問過 有些人說這個有少少容易脫 那我反而在容易脫 我又沒有這樣的情況 可能因為我不斷噴了一下半光啊 那些那些 但是呢 反而裝上去有時候你對不準呢 就總是裝不進就真的 因為你一裝呢 它有少少可動 它這個有少少軸的可動 一堆得不夠正呢 有時候你推了它 就堵不到進去 那這樣 那不是很大問題來的 就是吹無求疵講下的 那另外 那我先剝下這個executor 那它背包可以整個拿走啦 那它executor也有條線呢 是駁住可以駁回它的背包的 那另外 就是了 肩甲 肩甲其實一移就出的了 一移就出的了 用這些裝來去維持的 一移就出的了 至於手這個呢 都很容易脫的 這個手的呢 就是波裝 上面就是普通那些 即是圓柱形的裝 那好了 插上去看看吧 拳頭我肥鬼事脫了 那就單純這樣換一換呢 那就是完成的了 好 最後裝回屁股這塊 那你就可以看到 這一邊新裝了普通那個版本 即是未overdrive的形態了 值得留意一件事 這個系列 即是武裝機甲這系列的機體呢 原則上是每一部機都一樣的 它們的腳是沒有腳板的 那剛巧拉巴這裏呢 有條尾在這裏呢 那你就變了可以不用台座這樣撐住的 那如果你是想著做飛行姿勢 或者有時候你想過尾這個甲呢 不碰地下呢 那就要裝 就好像平時這樣插這個 它有個3mm洞在這個位的 那但是要值得留意呢 這部機本身 即是如果你裝齊了些東西呢 它重量也有差不多的 所以雖然它是有3mm洞 但是就記得留意 重量的問題 它未必承受到的 有些支架 即是你要用一些實正少少的支架 那我拆了肩甲給大家看看 重點說一下這個肩膀的關節 它可以向上下動 也有得這樣 也有得這樣 向前後去swing 這個關節是有幾重的 即是這裡可以這樣扭 然後肩膀這邊也可以扭 但是總是好像很害怕它爛 不知道是不是無形的關係 我覺得它大家扭的時候 要小心一點 甚至像我現在這樣 拆了肩甲才來扭 就安全一點 其實這個肩關節的可動是不錯的 但是真的要小心一點扭 因為它分了兩段 如果你硬硬去扭 我覺得這類型的設計 小心一點 但是它去到下面這一塊的關節 就很單純是一個插裝 插上去的圓柱裝 所以這些也是小心一點 這些很容易弄爛 通常這些如果是波裝 你這樣左右扭 你硬硬抓住手臂來扭 它都可能會脫 但是這個始終是儲裝 就真的不要拿著這個手臂 去這樣硬硬扭 上面這些肩甲 很容易爛的 這些都是安全提示 另外它摺曲等等 還未去到對摺 但是90度多一點 我覺得它握劍的靈活度 就是它擺姿勢的靈活度 就比較差一點 這裡 另外這條腰是很有趣的 它這次有得移高一點的 你看到嗎? 可以這樣拉高一點的 拉高了之後 當然就是讓你這樣屈下腰了 可以這樣屈下腰了 這個可動是非常可觀的 但是它平時很多時候 很多機器 這些位置會有一折可動 它就沒有的 裙甲就正路 都是前後 不是 左右兩邊的前裙甲 左右的側裙甲 都是可動的 那尾的蟹呢 有可動的 但可能它這個可動 又對你的作用不大 這條尾就好像剛才這樣說 有少少可動 那好了 這隻腳 好 摺給大家看看 那隻腳的摺曲的幅度就大一點了 但是始終這隻 你都幾難去到跪的 它不是不行 但是始終它形狀上的關係 大腿短大小腿長 其實很難做到完全跪低的動作 所以它這個可動這麼高 就變成了 意味就不算很大 擺姿勢可以擺一些誇張一些 喜歡病一點的姿勢 所以都OK 但就不是去到很重要 但是它的古關節 終於 Model Eye經常都用一些很差的波裝的古關節 搞到抹大腳的幅度 很多隻都出這個問題 就是它波裝不要緊 但是它波裝的裡面沒有結構 就是它這樣直一裝 然後波裝 就令到很多開腳 可能開到這樣已經結束了 但是這隻就用很多HG用的那種 可以怎麼劈都可以那種的古關節 我覺得這個就真的 不要說是值得讚 終於叫做 即是像這樣的 說真的 好了 就一次過比較一下 這個瘦屋版的模型 千值練版的一個成品 不要說叫合金 然後就是今次的Model Eye版 雖然說比較 其實三個都 性質上是很不同的 剛才說了動畫版 今次就是漫畫版 然後呢 剛才說的全裝甲型態就是 這部X-Line Bilelle 那它 但是其實 如果現在你認真看一看 那些細節 就已經發覺 其實它們的 很多樣子是不同的 例如你的胸口的結構 就是 你看到今次的胸口 反而有點像 這個Line Bilelle 的動畫版 但是呢 其實也有一個問題 它其實有些 形狀的不同的原因 是因為這隻X-Line Bilelle 的本體是有少少不同的 所以正式來說 應該要比較一下 Roubot Talk的普通Line Bilelle 但是就 至少你暫時 你看一下Size的分別先啦 首先Size的分別來說 那就 瘦屋 和今次比較呢 我放近一點 大家去看 那個高度呢 那 瘦屋版本 基本上只是去到 今次Model Eye版本 去到腰間的位置 所以都大了 足足有三四成的啦 其實它出大小小 今次這樣呢 我覺得都幾好 即是感覺幾好 拿上手玩的感覺是不錯的 今次這個Size 那算是那種 Model Eye裡面來說 屬於叫中間偏大的那種Size 那我幾喜歡這個Size 因為襯回其他Model Eye來說 我覺得都合理的 它大概是神魂合體呀 那些 六神合體呀 那類的那個高度來的 即是跟之前白獸王 就可能叫做差不多 就可能小一點點的 那另外剛才講的 千直練的版本就大一點啦 那就是Metal Build的Size 那所以各有各玩 就其實 雖然說比較 但是它們不是一個取代關係來的 而是你選擇喜歡玩開什麼Size 還有當然砌和不砌是一個選擇啦 那我自己就有砌的 都會優先選擇砌的 又變了呢 今次這個Model Eye的版本 我自己就很滿意啦 那當然啦 就期待它之後呢 都會出這個X Line Bar Nelly的版本啦 還有其實它在一個故事裡面其實很久的 你在千直練那邊都見到的啦 其實已經出了幾個顏色的啦 那它又變黑色啦 然後去到後面的又變紅色啦 然後它本身也都有一些不同的版本 就是有一個就是被人控制了 即是我不劇透太多啦自己去看啦 有些被人控制了的版本 連頭的樣子都有點不同了 然後它還有一部兄弟機的 即是它這裡有兩隻角的嘛 有一個只有一隻角的 有隻兄弟機的 跟它都相對都好似樣子的 那我期待呢 它Model Eye 即是千直練那邊呢 已經公佈了下一隻會出的一個 它裡面的同伴啦 叫巴彈堂 那隻東西已經肯定是會出的啦 那Model Eye這邊是未知有沒有的 但是我都很相信Model Eye呢 在搞到差不多的主角呢 即是你知道它們辣多少火頭啦 那些主角出到差不多的 開始辣一些聊機的時候呢 其實我覺得它都會出部分的一些其他機的 不做太大的可動之類的比較啦 但是啦 剛才都說啦 漫畫和它動畫版呢 外形上是都有些少不同的 那你首先看到它的白色的成形式 即是我 兩隻都是基本上都是補色為主啦 它成形式上都已經有 即是都已經你看到的pattern上 是有少少不同的了 那一來的白色不同啦 二來呢 它尤其是最大的分別呢 就在它後面的這一堆 overdrive打開了的那個尾的 我剛才說背包 但其實它是尾的尾 那你見它打開了的那些顏色呀 設計呀那些呢 其實就完全不同了一樣的 它這個呢 漫畫版呢 就透過兩條呢 金色的一折折的這條 好像手錶帶那樣的東西呢 來去去拉 即是拉開了那些甲的 但是這個呢 其實就只是一折一折這樣打開的 那你主要這個尾的這個甲就比較大分別啦 那然後它們的executor 都有少少在配色上呀 還有那個設計的長度上呢 那個長度就真的好大分別了 說真的這個 你見到這個是收長好多啦 但是這一邊呢 就有少少短短的那樣的 好可愛的這一把 好像變了在機箭裏面 即是Q版了那樣的 還有那個 你見到的形狀上那些detail上 都有一定程度上的分別的 是啦 那這個不逐一介紹啦 大家有畫面看到就算啦 那然後那個 那個泰刀就離譜地的 撐得遠啦 那個泰刀其實都撐得幾軟下的 說真的 完全兩個不同的樣子來的 根本 所以就嚴格來說 我覺得這次的漫畫版的模型 就真的相對 那個detail 即是叫做靚太多了 都沒有什麼需要比較 即是如果你是 即是想著要選擇售屋 即是當然啦 你買不買到是一個問題啦 現在都 但叫做給大家知道一個資訊啦 即是原來是 即是曾經出的售屋 即是很驚喜啊 我想說的 保持力相當之好啊 那當然啦 我剛才也有說 他那個關節是一些儲的裝 即是始終他有這麼多重量 他頂得到還頂得到 耐了 脫硬 始終是膠來的 那 長期用這個方法 Display 就不是一個上策來的 那你就算是想呢 可能將它舉高啊 即是這樣咬後舉高一點啊 即是等它那個儲的裝 承受力低一點的方式 去Display 那就可能會好一點的 但至少保持力是相當夠的 那還有呢 這個Effect Pass 都可以說是今次Model 外的其中一個賣點 因為呢 就算買千隻鏈的版本 都沒有這個Effect Pass 那是 今次變成模型版 但應該是他的立體 如果以前那些舊的版本 有你更正回我啦 即是我應該是第一次見到 他的Executor 有這個Effect Pass的 那就相當霸氣啦 他都有這麼一場度 你不要理會形狀 可能是稽少少的 即是他除了 除了那些邊位又鋸齒之外 其實就中間沒有什麼細節 那我都是靠自己噴油去噴少少 少少那麼多的漸變啦 那就... 但怎麼都沒有的 說真的 你有你都可以搞嘛 沒有就沒有 即是你連選擇的權利都沒有嘛 那就都OK啦 我覺得暫時 他整隻東西的跟的配件也好 我砌的過程也好 那就沒有什麼大的投訴 但是都不是完全沒有投訴的 那麼他有什麼最大的問題呢 其實就是在保釋上的問題 你看到他張貼紙其實都幾豐富的 就很多這些黑色 即是深藍色 其實他在這裡是 還有肩膀這些紅色要保釋 就比較明顯了 紅色和這個桌子位的 那個機械是紅色的 那除此之外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他打開了的那些一塊塊東西的背面來的 你如果有留意到呢 他裡面是很多細節的 有很多這些細節的 那這些我全部都是 自己去戒masking膠紙 即是貼上去戒花形狀出來 全部噴了色的 那都幾大工程下 那裡面也有 那面也有 全部這些菌邊的這些深藍色 我都自己用Navy Blue去噴完的 是啦 即是深度差不多是黑色的 即是在我這個光線下 你看到可能好像是黑色那樣 那就是整件東西最辛苦的部分 所以這隻我都搞幾天的其實 即是分了幾萬來去做的 那都幾多色要保 其實主要就是集中在後面的部分 還有這些紅色就很容易搞的 即是他算是很少的部分 而且都算是容易mask的形狀 就不是很大問題 最大問題就是後面這一堆 即是全部 當然他全部有坑紋的 你就不用說 即是又要黑一條線來去貼masking 那些 即是如果你很高要求的人 那我就算我自己不算很大要求 即是我彈球的顏色全補了 那我戒masking膠紙跟著那些坑來戒 都OK的 除了有些位容易戒錯 那我戒錯了少少少 不特地慢慢講了 那但是這次另外有少少驚喜的 就是我之前沒有留意到原來他會跟著這個水貼的 那水貼有兩張 因為他剛才你肩膀那些 他有兩個不同的模式 那他就跟著兩張水貼來給你貼 那我沒有跟著貼完全部的 因為我都盡量是跟著我平時插HG的方式 就簡單為主 而且他都是這些警告標籤 我不特地貼到over了 那不是over的 他都不是很多 其實你喜歡貼完都不是很大影響 那我當一部分就當懶了去 那但是他有些位置很搞笑的 他那個設計呢 周圍貼完水貼 他兩隻兩對 即他對腳是沒有任何一張的 那那些位置我就自己拿他一些部分 我沒有用到的就移到腳上 這些就是自己的選擇 那這次來到這樣了 那因為喜歡這東西的關係 那麼 說了很多無關無形的東西 那如果有興趣的 大家自己追回那些基戰 或者那個漫畫作品來看 我覺得漫畫版其實是OK的 那完全版的話 會有一個後日談呢 就普通版是看不到的 那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我覺得漫畫是值得推薦 那今天來到這裡 如果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訂閱 分享一下給朋友 讚好留言 按鈴鐺收睇我們的最新節目 那下次再跟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